Hello 之前拍片時有說過 想說回一條影片是關於唇膏的東西 Emmy 你有沒有試過 嘴唇很乾很癢很不舒服的 我以前很久以前試過一次 瘦脫皮 缺殼的脫皮 很慘 很慘 很久了 一個月左右 為什麼呢 因為我也想分享最近一個經歷 可能是今年三四月份的時候 嘴唇很乾 乾到很不舒服 慢慢緊 而且有很多脫皮 我又差了 有些脫皮 就想起以前我也有生過唇瘡 就找回家裡的唇瘡 高潔尾過期就塗 越塗越癢就越塗越多 就當成像面膜一樣塗到整個嘴都是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這樣 我的組織好像壞了 後來我也有看醫生 我也不敢跟醫生說 我整個嘴都塗了唇瘡藥膏 我只看見那些唇膏都塗了 原來醫生的解釋說 那些不是唇瘡來的 不是那些過濾性病毒拋散的那些 只不過原來有時候 嘴唇太乾 就會在嘴唇的組織 那些抹端就會出水泡 因為體肝就會出水泡 那我又不敢說 嘩 塗到整個嘴都是 之後醫生都給了很多不同的藥膏 和藥丸給我吃 但是都是解決不了這件事 揮之不去 痕了真的三四個月都有 陰功 on and off 就問醫生再拿藥 止痕 我就很有趣 就不用天天吃 我吃了一顆 就止痕幾天 痕得很重要 又再吃 又止一會 塗藥膏 轉來轉去都不行 那最後呢 反撲歸真 醫生就給了 之前有最強的藥性 少一點的藥性 到最後 都是沒辦法的 給你瓦斯林 醫生都是說 因為光而引致 那我就想了 那都不是辦法的 他都沒有東西幫到我了 都是給我最傳統的瓦斯林 那我都要想 那我都要想辦法自己 找找些什麼 令到嘴巴沒有那麼乾 那現在拆出 所以我沒有痕了 過幾星期 我都想跟你分享一下 有些什麼令到我 突然間這個星期 不用吃藥 沒有那麼痕 塗得上唇膏 跟你們說話 那好了 首先我真的要檢討一下 過往 自己怎樣看待嘴唇 好 第一 我想問一下你 你平時下妝 臉就一定沒有問題 那嘴你有沒有很特別去下嘴 沒有啊 我拿油在這裡 然後拿水上去 這樣 我也是想回 我們下臉就很緊張 但是嘴有沒有很確實 自己下得嘴很乾淨呢 那就是我會想 下妝的嘴有沒有清潔好它 應該簡單說 那還有呢 臉都會做磨砂 做面膜 其實嘴有沒有做磨砂 做面膜 我真的沒有啦 過去 那很 elev 還有呢 других店 bal 戶外的地方 有沒用一些有防曬的指數的潤唇膏呢 但是我還是沒有啦 那所以呢 其實我猜是 有很多東西同樣 capacity 都會黏 médeux 有一我就這樣想 所以我最近都真的 解那麼整件事了 如果下妝呢 我都會用 Emma Harri 下導臉 真的搖諒 контр 以前可能 harpade 而已 現在需要清潔一點 besten 确定嘴唇是清潔,沒有色素留在嘴上 另外我做了磨砂,我覺得都挺幫到我 因為如果我發現嘴有很多死皮 根本我炒多東西都吸收不到 我就沒有買坊間的磨砂 其實就自己做 其實很多人都有不同做磨砂的方法 都是砂糖拌麥糖也可以 砂糖拌橄欖油 其實差不多這個方向 不過我就會怎樣呢 我就用黑糖 因為我覺得白砂糖其實沒什麼 我就用過謝糖 不過我覺得黑糖 這個太古的黑糖就最好 因為它是最小粒最軟的 其實這樣看起來很綿密 好像很軟的 總之我跟你說 所以我就用太古的黑糖 然後我混什麼呢 如果你沒有沒關係 只要混你們的椰子油 橄欖油完全是沒問題的 不過我有砂激油 所以我就真的找回我的砂激油去扣 只要加一點點砂糖 和幾滴砂激油 就夠你的嘴用 因為你的嘴很小 我就會用來磨砂 因為黑糖真的很油潤 很細粒 但不會磨傷 絕對不會的 那你任你怎樣磨都可以 買邊位的那些 按它多一點 那我就做得密的 我差不多兩三天做一次 這陣子 如果你有空可以封一張保鮮紙 蓋上去也行 其實不封都沒有所謂 不過你想它會不會滋潤一點 就再補一張保鮮紙 然後任你怎樣說 沒什麼所謂 因為全部都是很天然的 那我就說幾個字 我都沒有出粒粒 當然我不知道你會不會出粒粒 然後就用清水過了就可以了 一過完後 嘴真的會很柔軟 好像重新了一點點的效果 那這個就是我會先去嘴不要的死皮 然後我最近都買了這個面膜 就是Kaplan MD Nip 20面膜 這個我講過都很貴的 但我都照用 因為它很方便 就是敷三至五分鐘就可以了 敷久了都沒事的 因為我試了 我自己覺得都值得買的 因為每次用很少 就當面膜 用完都會有保濕的效果 還有這個好像有些 我沒有記錯是一些醫學成份的牌子 我不是太熟 但我看過那些review 有人這樣說過 所以它都很專業的 在lip產品裡來講 所以我再給大家看 那邊買的 這個我自己在Cold Beauty買 不過我叫Beauty Bay都有 不過Beauty Bay貴的 我看到Beauty Bay 就會是這樣的 對 那就是這個面膜 就是白色 其實你想得到的 你嘴用很少分量 它都說沒有所謂的 你想用就隨時用都可以 它就寫明了 你想用就用得了 不怕用得密的 那就會有保濕 我都覺得有軟化到 皮膚的軟化 保濕 再增加嘴的東西 我嚴謹 它說 那些皺紋 那些紋都好像去到一點點 當然不會說很神奇的效果 但我覺得它都很純純一點點 那薄荷味 對 而且我真的很喜歡薄荷味 所以我都很喜歡 那我就做了一個面膜 又有磨砂 又有面膜 而且真的很勤力 清潔之餘 勤力了很多塗液唇膏 以前真的不理它 可能經常都不塗 現在不可以再對嘴 真的很勤力 而且真的要留意 日後你用什麼牌子 沒有所謂 但是日後真的要用 有防曬指數 例如這個Bestec 潤唇膏也好 20度防曬 或者我最近買 Eflorm 講明有Sink Oxide 那些總之有防曬 就是日後用 夜晚的 沒有所謂 用你喜歡的牌子 譬如我還有支柱花瘦 我正在用 我便在嘴唇唇唇 睡覺 所以暫時 我便止了痕 還有沒有那麼乾 可以塗上唇膏 因為如果你很乾 你塗上唇膏 好像雪上加霜 會塗上去 所以現在 好像皮層健康 就可以塗上唇膏的東西 不過我都盡量不塗那麼深色 我經常覺得色素越深 就越刺激 暫時我就塗上粉紅色 輕身一點的棉柱 希望大家都 護理嘴唇 這個呢 這是你送給我的 那次Amy去馬來西亞買給我的 當我很癢的時候 其實我什麼都有試的 包括椰子油 不過這個椰子油 就不是坊間的椰子油 而是稀等等的 是的 還有搭薄荷 所以很薄 你有沒有用過自己 沒有啊 我都給大家看 這隻椰子油是很稀的 還有有薄荷性分的 我都有照查了 但因為我這個搭了的關係 雖然它純正 都是純正椰子油 但是搭了薄荷 就薄了一點 它持久到不多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們自己有用椰子油的 那些呢 都可以當些面膜 或者厚一點的面膜 都可以 這個都幫到我少少的 我記得 當我很癢很癢的時候 都有一些舒緩 但隔久了都會癢 但最近我用了我剛才那個系列 我覺得沙極油都幫到我 我覺得 那當然 看你們自己有沒有 總之 我這個情況 我沒有吃藥過幾星期 還有嘴巴暫時沒有發作 那希望大家都記住 都要照顧面子之餘 不要忽略你們的嘴唇 其實同樣都是需要你的照顧 我真的沒有開戶 還有真的 有藥膏就亂塗 傷害了嘴巴 那希望這個影片對大家都有幫助 我喜歡的影片 好了 拜拜